卷怒金进道,王大雷被带走结果揭晓 明记回应,男足名帅,协助调查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本期视频我们来聊聊足球 如果喜欢本视频的话,就帮忙点个赞,谢谢 都说人不可貌相,一副老实发交的金进道 蒙骗了无数的人 要知道,此前大多数球迷对于金进道的印象 就是在场上顽强拼搏 这也让金进道一直都是男足镇农中的一言 山东努人最重要的组成 17日的足球风暴 秦升被带走并不意外 可是让球迷看到了金进道的名字就有些意外 特别是很快有媒体爆出金进道并不仅仅是参议者还是组织者 这也让人刷新了三观 金进道是组织者 这也意味着山东努人队长一定还会有参议者 这也让山东努人的两个人被球迷重点关注 甚至传出了被带走的话语 第一个是吴欣寒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次的风暴是吴欣寒带起的 这也让很多足球媒体人调侃 吴夫人整顿足球签 不过多名名记也是报道吴欣寒的性格注定 他只能在签子外面炸炸呼呼 吴欣寒未来会不会被抓不得而知 但是吴欣寒一定是小姨是没跑的 第二个是王大雷 为什么呢? 操作假球最重要的一环是什么呢? 肯定是门将 如果门将没有被拿下 操盘的难度就要大很多 这也让坊间传出了王大雷已经被拿下调查的传闻 王大雷真的被带走调查了吗? 就目前而言 山东鲁人被带走了两个人 其中一个还被报是组织者 山东鲁人上到名帅豪卫 下到球员 包括王大雷在内肯定是要协助调查的 这一点是没跑的 但是协助调查并不意味着一定被带走 也不意味着被抓了 比如说当网上传言越来越烈的时候 有足球媒体人也是晒出了王大雷最新发布的动态 在社交媒体上 王大雷发布了一张自己的自拍 这张自拍照看起来也是大有深意 为什么呢? 在这张照片中 王大雷的发型分界名分 此时发布这样的照片也大有 听会分明的含义 在这个时刻 王大雷还能够更新自己的社交媒体 这也证明王大雷是自由的 在这个时候 王大雷还敢主动发声 这也证明了 王大雷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问题 甚至王大雷不怕自己的主动喊话 会迎来更多的调查 单单是王大雷的这个挤动来看 他暂时肯定是安全的 在离铁之后 金进道等人带起了第二波的风暴 我们也期待这一次的风暴以来的猛烈一些